OK,so这个呢,他跟你讲,他的Spring constant呢,是20Newton per cm OK,然后呢,他的Suspended load,他挂着的那个load,你的Spring下面 你的Spring,这样啊,OK,他下面呢,是挂着一个load的 So这个load呢,是50g的,OK啊,OK,so他跟你讲说呢,这个是他的震动 OK,注意,每一次当你回答这种,那个Waste的,那个题目的时候 请注意懂吗,你是到底是Displacement Time Graph呢 还是那个Time和Time Graph,OK,有分别的 OK,so小朋友还是Displacement,Displacement,Distant Graph,OK,有分别的 OK,so这个Displacement Time Graph的话呢 你可以得到的资料,第一就是Amplitude,OK 第二,你可以得到的资料呢 就是从这一个Wave,你要从同样的Position找到一个 你的那个一个完整的Wave,如果你从最高峰在上面的 你就要去到下一个最高峰 OK,但是这边有没有看到他没有Value 所以呢,我们就不选用那一边,OK,so可能呢 我们选用的是你完整了一个完整的S字形 这个也是一个Wave,so有没有看到呢 这一边的这个0.4,这一边是完整了一个Wave的 so完整了的一个Wave的那个就是Period 你有Period,你就可以有Frequency了,明白吗? 因为Period和Frequency呢,他们的关系是1 over F,OK 来,当然第一个呢,你一定要背起来咯,OK 他问你Amplitude的意思是什么 OK,so在这一里呢,老师就 tag给你们 OK,so来,maximum displacement from equilibrium position 这样就可以了,OK,so来,国义的老师写在下面啊 用红色的,也是一样的,OK OK,Sasaran maximum Zara Dari Dur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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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下来啊,当你们记录着的时候呢 我讨论第二题先啊 OK,so小朋友来给老师一下 他问你,请问这一个Spring的Oscillation 他的Period Tempo是几多,来每个人传给老师一下 什么是Period,什么是Tempo 就是所需的时间来完成一个完整的振动 OK啊 OK OK,非常好 感染器的养成习惯unit啊 没有unit的话,这一分就没有叫了 OK So其他的小孩子呢 如果不会的话快点 send一个I don't know 来啊 OK 老师不要静静的 OK 我收到静人的答案 来 其他的孩子呢 快点 秒send 给我一下很好 疑问 Good 啊 还有其他的 我也收到祥林的答案了 OK 还有 这边还有子盈 还有Jason 还有 啊,没有啦 燕草今天没有来 现在老师有record到 OK So小朋友来 那首先你要找Period的话 老师就讲过Period呢 就是time taken to complete one complete oscillation 这样你要怎样非常好指引 你要怎样complete一个one oscillation 一个完整的振动就是一个完整的wave 你要有完整的wave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S字型的 OK,这个叫做一个完整的wave 你一定要会看啊 不然你接下去呢 你整个你可以丢去垃圾桶了啦 OK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完整的wave 所以我要完成一个完整的wave 所需到的10点是几多呢 有没有看到0.4 so 这一个呢 就是我的答案啦 0.4 我看一看它的那个time那一边的那个axis 它用什么unit 哦,second 我就跟着写second 要正习惯写unit 分的东西 一没有unit就没有了 OK So小朋友 那有没有看到呢 这一边有多少个wave在这里啊 这边有两个wave 啊,有两个完整的F在 S字型 S字型 So它就有两个wave的 OK So这个要会啊 来,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讲 If the length of the spring is double So你的spring现在呢 是变成双倍了 它叫你determine OK The spring constant for the combination OK 这一个呢 其实呢 它叫我们找spring constant for the combination 其实呢 是之前呢 是之前才记得我们有上过第二课的时候啊 OK 如果是你的spring是双倍的 这样啊 方程双倍的啊 So第二课我没有学过对不对 我们的spring如果是parallel的 和我们的spring呢 如果是series的话啊 OK 这样呢它会有些什么改变呢 series的呢是最死的最老牙的 OK So它如果是这样double 这样series下来的话 它跟你讲了嘛 它的length length double的话 就是这样series下来的话 那么呢 我们的spring constant呢 就会是increasing twice OK 这样 来 接下去 它要我们找任何的东西吗 没有哦 像我们就只是讲咯 我们的spring呢 是increase spring constant是increasing twice的 就是 perton bar OK 啊 如果咖喱干的 如果咖喱干的 OK 这样就可以了 OK So 忘记咬spring constant的人 恭喜你 你知道了 你忘记咬什么咯 这样你现在就倒回去啦 所以如果你的spring constant双倍咬的话呢 你要完成一个 啊 like oscillation 它所需要到的时间 就会跟着是双倍咬的 明白吗 So 忘记咬的小孩子 Spring constant 你们看回去之前的 OK 然后只是老实在要release 来 这一个wave啊 Spring constant如果变双倍的话 这样你的period 就会是跟着双倍 你要用双倍的时间 才可以完成一个complete oscillation 完成一个完整的蛋白 这样啊或者是一个震动 这样 So 来 现在老师问你啊 他讲的frequency of the oscillation will increase还是 decrease 那你的spring constant双倍咬 你的时间也跟着双倍咬 像现在你的frequency 会增加还是减少了 OK 来 代给老师 猜咯 你有5050% 那 有些小孩子呢 OK 你就很清楚知道 你不要猜 老师给你一个tips OK frequency 它的formula是什么 就是one over period 有没有看到 So 小朋友你就问一问自己啦 OK 刚才老师讲了咯 如果我的spring constant双倍的话 OK 啊 那么我的period 也会increasing so 当我的periodincreasing twice的话 那请问 我的frequency period 那个是大字母啊 请问我的frequency呢 会是怎样呢 来 看一看 聪明的孩子 马上改你的答案 OK 所以还记得没有 第一课你们的基础抓紋的话 你一看到就知道 它们是什么关系 Then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了 Good 小朋友有没有看到 你的formula是 一上一下的 一上一下呢 就是inversely proportional percada song song so percada song song 的话呢 就是反比例 so如果你的t增加了的话 你的frequency就会减少 OK 这样我们就很轻易可以找到答案了 减少 这样 所以以后看formula 做错的孩子也是恭喜你们 at least你们现在你就会注意听咯 为什么会是减少的 我们认为是增加的吗 因为时间增加 frequency增加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formula frequency在上面 时间在下面 所以如果是一上一下的 他们就是反比例 所以你的时间越大 你的frequency出来的号码就会是越小 这种叫做反比例 所以你就会选择减少了 明白了吗 OK 所以啊 为什么老师很注重要 分析要给你们这样来做 要你们回答问题就是这样 来我们再来continue一下啊 下一个 那他有没有看到呢 这个gradient to be sketch the graph of displacement against time for the oscillation of the spring in diagram 2a if the spring is not oscillated continuously so 现在呢 他要我们呢 sketch 那一个graph啊 so 那个graph呢 是 in diagram 2a的 ok ok 但是 现在 你的graph呢 没有continuously oscillated 这样 请问 你是 怎样呢 ok 他会变成什么呢 ok so 来 给一分钟你快快的啊 快快的 做一下啊 我移上去啊 给你看2a啊 based on 2a 用回同样的材料 不要理他spring constant啊 不关系啊 他是跟你说 那个2a的这个东西 现在他没有继续的来去摇动 ok 他没有继续的才去摇动 ok 这样请问你的graph应当要怎样画 ok 一分钟到了 那来 老师based on 这个graph 来 教你们怎样画 小朋友 如果你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继续摇动的 那什么情况底下东西才会继续摇动呢 当他在vacuum的时候 当他在vacuum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air resistance so他就没有loss down energy 你们知道 还记得老师教你们怎样看啊 透过wave我们怎样去看energy吗 wave的amplitude就是代表那一个system里面所包含的energy 懂吗 如果那个wave它的amplitude越大 代表它的energy就越多 ok 可以吗 当那个system里面的energy越来越少了的话 那么呢 就那个wave呢 它的amplitude呢 就会越来越小 so呢 还记得老师有教过ok 那任何的东西 如果你跟它放在任何的medium里面啊 let's say在空气里面 空气呢 它就会有air particle so当空气有air particle的时候呢 你这样来摇动的时候啊 它除了一部分的energy 要用来给它去摇动 ok 然后呢 一部分的energy 所以要用来怎么样呢 用来对抗它的那个空气里面的air resistance ok 所以因为你在空气里面摩擦嘛 不论是pendulum也好 不论是你的spring也好 这样上下震动也好 明白吗 ok 你都会有一部分的energy loss掉 loss去哪里呢 去resist air resistance ok so如果他跟你讲他没有继续动的话 代表说他会慢慢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不是越来越慢 sorry 他会震动到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到最后停下来 懂吗 这样我们要怎样换呢 来 你的怎样的graph 才会有分 第一 老师先让你们知道 你的graph一定要有越来越小的话 你的graph一定要是 dumping graph ok 什么是dumping graph呢 就是说你 震动到越来越小 所以国语呢 叫做呢 graph anddumping graph 它会是越来越小的 怎么越来越小哦 amplitude ok 因为他的energy 越来越少了吗 ok 但是有一样东西要take note 很多小孩子拿不到分数 就是死在这里 他们的tump period 一定要是一样的 哎呦 ok 一定要是一样的 so 虽然你 听到 越来越小 本来呢 我 回他的时候啊 他是这样 哇 ok 然后慢慢呢 越来越小了 有看过bendulum的 所以到最后这样停下来 ok 但是呢 他的tempo啊 period是保持不变的啊 ok 一定要是 一样的 所以老师用这个graph 来show你们 首先 你的graph ok amplitude ok 这样 有没有看到我的period是跟着他一样的 到到来 这边 但是有没有看到呢 我的amplitude 越来越小了 我的period是要保持一样的 然后我的amplitude又再来更小了 请画的smooth一点啊 因为我用mouse真的很困难啊 你看好像给狗咬这样 ok 有没有看到 啊 越来越小的 可以啊 会画了吗 so period是保持一样 把amplitude呢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ok 这样这个就是叫做tamping graph啦 ok so每当你画tamping graph要这样啊 so有些人呢 画的那个tamping graph啊 哇 然后来到后面的时候这样 哦 越来越小 你看他的period都不一样了 这个呢 就大错特错 可以吗 可以 so来接下去呢 小朋友我们看一下 啊 在section c是 呃 老师最爱的 因为section c是送分给学生的啊 他到底都会送五分给学生的 就是叫你们compare compare啊 叫你们relate ok so来我们先看一下先啊 ok 那他跟你讲说呢 diagram one by one 和diagram one by two 诶你们啊 我一路讲这的时候 你们一路update老师 你们的学校老师 教到哪里啊 ok来 那这两个啊 one by one和one by two 他就讲到说 他用不同厚度的那个gitard string 来去plug啦 ok 当他去plug那个gitard string的时候呢 他拉那个string的距离呢 是一样远的哦 哦 哇 ok 拿那个string的距离是一样远的啊 ok 只是呢 gitard string的厚度是不一样而已 so 有没有看到呢 ok 我们呢 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啊 ok so 小朋友 在这一里呢 他跟我们讲说 ok 我们听到不同 尖声的那个sound wave啊 ok ok so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 考试最常问的 steak the type of sound wave 欸 sound wave是什么种类的wave啊 来快点回应 老实一下 那 那小朋友 记得啊 如果考试问你type of wave呢 你的头脑只要有两样东西啊 一个就是transverse wave ok 叫做啊 啊 哥伦邦 啊 merlentown 一个是longed duty 那 wave 就是哥伦邦 门步骤 这样 ok 懂吗 so 记得啊 小朋友 你记得重赏给我吧 stationary 那个我不要 ok yes very good 啊 so far我只是收到 两位小朋友的答案的 其他的人呢 Mana Piki 欸 ok 有一个小孩子啊 你的spelling啊 错到很诡离谱啊 这样一分啊 你就浪费了 ok good yes 很好 yes ok so 我so far我有收到谁的啊 ok 很好 那 ok 小朋友来 我要跟你们讲一下啊 欸 静恩你的答案呢 是什么答案啊 那 老师就教你们这样来记啊 所有的wave都是transverse wave 除了sound wave ok so呢 sound wave呢 就是 long need guilty nerve wave 你等啊 在我们的整个sbm的系列里面 ok 他只 问我们 就是 ok ok 你选择两个就好啦 不要想到太过复杂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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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跟我们讲说 b的 哇 哇 这样 这样我要写什么啊 五分 你看他讲 啊 使用11.1和11.2 比较厚度的GitarScreen 的Trace Amplitude 的Trace Frequency 的Trace Frequency 的Trace Frequency 还没有读完 的题目 单单读题目都要死了 对吗 然后呢 读完了 五分他要我做什么 小朋友 五分代表有 三个Compare 两个Relate在里面的 定了的 每年都是这样 除非是你们今年真的是 太倒霉了 轮到你们第一年 他就换button OK So小朋友来 要会自己去找 这五分出来 会找的话 送给你的这五分 就算不会原理 你也会找到答案的 第一 他要你compare什么 11.1和12.2的 compare他们的Gitar 的厚度 Kickness of the guitar 这边一分 compare什么 OK compare amplitude 在他的OSK那边 OK So compare 那个amplitude 在CRO那边 这边一分 分钟 compare什么 compare frequency OK OK 这边用一分 这不是加起来三分了 五分 两个relate的 relate什么 relate的我们用粉红色 比较女孩子 这样 OK relate Guitar的厚度 和声音的frequency 这边有一分 你会找 physic就会变成 最难 fill的一颗 来 relate什么 frequency Galambangbuni Dengang Galambangbuni 就是那个声音的尖声 尖啊 还是凸啊 这样啊 你们都知道 frequency越高的话 声音越尖啊 所以难高音 为什么会 震破那个玻璃 OK 因为他的frequency 高音嘛 他的frequency 很高 所以呢 他的声音是 high pitch的 所以刚好呢 他的声音啊 他的那个frequency啊 跟玻璃的里面的 molecule的frequency 震动的一样 所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OK 因为他们frequency一样啊 OK 他刚好他的amplitude 就会是一样哦 所以就会发生了resonance啦 所以当发生resonance的时候 你的玻璃里面震动的amplitude 会变成双背 变双背的时候呢 这样呢 玻璃就爆哦 OK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在 呃 宾室不可以在天桥上超步 因为超步 这样的啊 OK 然后很好 会跟你的天桥里面的 那个particle 他们震动的frequency 一样的时候呢 谁咯 OK 同样的system OK 碰到的时候 就会发生resonance 这样的 那个天桥里面的particle 它震动的时候 它就会有maximum amplitude了啦 so当它去到maximum amplitude的时候 它震动到很远嘛 so那个桥就会collapse下来了 so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五分啊 来我们先一个一个去做 你们compare给老师哦 你们跟老师讲 这样呢 很容易的 第一个来 我们type一下先啊 第一个他要我们 会太小吗 ok 我们等一下填符号给老师就可以啦 ok 收着一个第一个啊 等一下填大锅小锅 还有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直接一路呢 全部type出来 直接看去上面的图画 直接做完全部 就很快了 来 那个是什么 mb 哎呀 一直写 你们考试的时候呢 就写完整的啦 就写完整的了 宝贝 这个好像对还是错 把我double check一下 这边这些写啊 我这边全部写 我们写 我这些不当吧 frequency Kelombang Guni 小朋友请原谅啊 那个字像Guni这样 Kelombang有两个L自己改啊 OK 自己后面等下自己选 当吧还是 Kurang啊 你 好 感谢观看 自己决定increases还是decreases啊 然后这个用一个颜色 不能等下很乱 还有一个是relate的是 sequency glombang 哎呀忘记了upperb了 我上面忘记写什么 小朋友你们可以的人要特别注意一下 加一下什么 等下自己决定 我那小孩子 应该不要有s 你们 ok 来我们移上去啊 我讲上面的这个废废的东西呢 我们就擦掉了 因为呢我们已经找出了五个东西是我们要写的 so小心的去看图画 然后你就会看到 ok你拿 满分的啦 ok so 来 第一个啊 小朋友 他要我们看gitar的厚度 哇 这个可以看得到gitar的厚度吗 ok gitar的绳子的厚度 拿给你看啊 1.1 1.1的是这样来厚啊 1.2的是这样一条 有没有看到这样一条 ok 1.1的是这样 so你这边 要大过还是小过来快点特别老实一下 hello 小朋友来 看gitar的厚度 这个啊 1.1 gitar string啊 gitar string的厚度 这个就是他的string来的 来我画给你们看 可能比较明显一点啊 那这个1.1哦 他的string是这样的 ok 一点啊 这个1.2呢 他的string是这样的 有看到吗 ok 所以来 给我gitar string的厚度 很好 想你 yes 很好 Jason 小朋友你们follow我啊 1.1放在前面 1.2放在后面啊 ok so很好 来快点 小朋友有其他的 看不到后面 这个gitar string的厚度 很好 可以 那记得啊 小朋友你们要用 ticker啊 tinner啊 是你们喜欢的 懂吗 ok 但是我让你们知道啊 这个符号 大过小过和等于 在 spm里面呢 是 100%是会被接受的啊 ok 很好 来 有没有看到这个比较粗 ok 这个比较幼啊 ok 当然 他的符号 在这一里 就是大过的 然后有写大过的小孩子 恭喜你啊 来 现在我们看amplitude hunky screen 跟着老师的 跟着老师的这个order啊 找他的amplitude 1.1和1.2的amplitude 也可以是一样的啊 小朋友不一定是要大过小过 也有一样的 三个可能性 大过小过和一样 还记得amplitude怎样找吗 你要找amplitude 你看这老师一直讲 哎呀 你要找amplitude 你先找出他的平衡点 先找出他的平衡点 那你要怎样找平衡点 你说老师 我不会找平衡点 你可以教我吗 你去找最高峰 去到最低峰 之间的距离再除二 在我一起算啊 一格两格三格四格 四格除以二 所以就是代表说 我的平衡点是 两格咯 这样 OK 最高峰去到最低峰啊 OK 之间的距离 也是四格除以二 OK so amplitude呢 就是从你的平衡点 去到最低 最高峰 那个叫做amplitude OK so 很好 哎 怎么只有三个小孩子 生来呢 这里 你有33.338% 是对的 不要静静在那边 错咬也无所谓 OK 你爱的是大锅 小锅 锅一样 这样 快点 先来一下 嗯 后来 静恩呢 静恩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呢 有没有看到那个amplitude 小朋友来看 来静恩 快快 删给老师啊 那 从平衡点 去到最高峰 这个是他的amplitude 从平衡点 去到最高峰 这个是他的amplitude 有没有看到呢 他们大家都是高两格的 so 我们应该要填什么 我们应该要填 等于 一样 般来啊 你可以用符号的 OK OK 来 接下去 来 我们看 那个是frequency 8的 OSK OK 小朋友 找他的frequency OK OK OSK呢 是他打痕呢 是show你时间啊 打痕是show时间啊 OK OSK 那记得啊 时间和frequency 是相反的 so 这个是你的frequency 的formule吗 peak over t OK 如果你所需要到 完成一个 一个gave啊 可需的时间越长 OK 你要完成一个 weave所需的时间 所需的时间越长 你的frequency就越小 很好玩 Jason 哎 这个啊 compare一下 嗯 我也收到了 gayan的 嗯 我也收到 疑问和祥林的 惊人呢 试看 那我先跟你们讲 怎样去看period先 那你要看一个period 就是他完整一个wave啦 OK 完整一个wave的话 可以用 粉红色啦 就是一个s的形状 哎呦 够丑 so你就去算他有几个 一二三四四个 这个完整一个wave呢 也是一个s的形状 OK 你可以算他有几个 哎 两个 so 我就consider 这个的period呢 是 而 而这个的period呢 是刚才几个了吗 四个是吧 是 但是他不是问period哦 他问frequency 嗯 所以 这个frequency 比较高 还是比较低 嗯 嗯 所以我review答案啊 你的时间越大 啊 frequency就越小 明白吗 OK 要永远记得嘞 我们的这个CRO啊 OK 他show你的东西呢 是 啊 他show你的东西呢 是period来的 OK 所以如果你不会看的话 it's ok 小朋友我们算啦 你不能够直接看 你就算 哦 frequency啊 frequency就是 一偶尔斯 可以这样来算哦 你当这一格是1的话 一偶尔斯 可以这样我的frequency 在这一边就是0.25 hz 你就算出来 然后你再compact 哦 这个frequency啊 这个是一偶尔 因为他完整一个width呢 用两个而已 OK so 哈 你就算出来 哦 这样这个frequency呢 是等于0.5hz的 让水大一点 你就一目了然了咯 懂啊 当然你要train自己啊 OK 你看到 这个时间比较大 来到frequency的时候 就用比较小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啊 OK 来 接下去 我们再来release一下 为什么老师 跟你们讲 我要stick 11.1在前面 你才可以release下来吗 OK 你看 他跟你讲 gitar的厚度和frequency OK 有如何的影响 所以有没有看到呢 当你的gitar越大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个符号 我教你们看啊 那你的gitar的厚度 他要你release gitar的厚度和frequency 如果他们是正比例啊 directly proportional percada lancong 正比例就是说 你增加 我也增加的话 那么呢 这两个relate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符号 就是要像同样一边的 如果他们是 inversely proportional OK 反比例 percada 松上 就是你增加的时候 我减少 那么呢 你就会看到 这两个符号 是the valley的 但是有条件 条件就算于 我compare的时候 我全部是同一个图画 是在前面 另一个图画是在后面 有没有看到我fix的 怎样 所以有没有看到 你的符号是the valley的 就是说 当我的厚度 越厚的时候 我的gitar的string啊 越厚的时候 我的frequency 是越小的 有看到吗 OK 像我是不是很容易呢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so apabila gitar gitar pdamba frequency golombang buni 就会是 pukurang 你如果前面有smarkin 你后面就有smarkin OK 我是指定说 最好是前面要放一个 smarkin pdamba 后面就要smarkin pukurang 因为是越越嘛 小学都有学过 对不对 OK 然后英文呢 就 这样哦 increases 这样后面就会是 decreases 这样 OK 接下来 接下来 他问你 你们自己看了吗 我已经教了你们那个技巧 看 等一下先 decreases OK 这个很难 这个要靠common 下面的给你们的时候 OK 所以他跟你讲frequency 他跟你讲frequency 的增加了的话 请问呢 那个肩身会 变成越来越肩 还是越来越 不肩 OK 所以你们这边 只会认 increases还是 decreases 啊 type给老师 这一个就是要 平时 我们 的common send小 这个没有得看了的 最后的一分 来 type给老师一下 当那个 声波的frequency 增加了的话 请问他的那个 间音是增加呢 还是减少 来快点 伸给老师 OK 来 我收到 Jason 祥林的答案 疑问的答案 其他的小孩子呢 敬恩的答案 对呀 很好啊 还有 Gayan的答案 OK 来 子盈呢 嗯 子盈的答案呢 还是老师有看漏了 OK OK 就会增加啦 对 刚才老师要去 swap那个 呃 你们的checkbox的时候 那边就 swap到旁边 so 什么 gain number 25 OK so increases 知道为什么老师 不喜欢用形容词吗 对在你们的考试里面哦 如果你用那种形容词啊 你用错的话 你可能是会拿不到分的 所以呢 为了要100%可以拿到分回来呢 所以我们选择用increases decreases 我们就不用担心说 我们用的形容词是用错的 好像你看这个间音 间音你要用的正确的形容词是什么呢 我们要用的是higher OK 所以你就 如果你用错形容词 可能你就拿不到分的 OK 所以这个有问题吗 OK 来 接下去 说如果你要用 另一种写法写relationship的 the greater the frequency of the sound wave the higher the pitching of the sound OK 你就要将形容词写在 你的那个variable的前面 可以啊 可以来 接下去我们看 这样五分就拿到了 来 这一边 他跟我们讲说 这个学生呢 他站在台上表演 gitar 他没有用microphone的哦 这样呢 他讲了 explain how the sound from the guitar and the student singing can be transmitted to the listener through the air so terangkan bagaimana bungi dari gitar tanyan-nyan belajar itu boleh dipintarkan kepada bendengar-bendengar melalui udara so这一边呢 老师要给你们答案 that's why 今天要 讨论这样 OK 声音 怎样会传播的 so你要讲的东西 就是 OK 当你plug 那个gitar string的时候 就会震动了 对吗 OK 当有震动 就会有生产出声波 OK 当生产出声波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到空气的molecule震动 这样啊 OK 然后呢 这样呢 我们就会 那个wave呢 就会propagate了 移动了 就讲energy OK 传去给听的人了 这样 嗯 老师给一个完整五分的answer你们 OK 你们记录下来啊 我会分开句子来写 让你们知道 哪一个句子 就有一分 这样啊 妈她 CON encima的 因为Mis 所以 现在 我们 然后 走 そして 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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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文的寫在下面啊 and the guitar string a pluck vibration curl and produce vibration c a pluck c c c of air 或者你可以写A molecule vibrate vibrate就会怎样呢 vibrate的时候 你的空气 你们还记得那个Longity 它会有比较宽 比较密 比较密的 它就会生产出这样的啦 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讲 Longan Longan OK produce compression and refaction area 每一个分开的句子呢 在你们的SPM marking scheme 那边是一份的 OK 然后 energy 然后 哪个 大干 哎呦 小朋友是两个R不是两个F啊 别大喊 看到这样啊 sorry 我还是要 拆掉它 嗯 OK 再拆掉一个啊 再拆一个啊 再拆一个啊 你等啊是嗎 嗯 所以你就可以告诉到人家咬 当然你最后一个句子 你如果不是遇到五分题的话 你就不用写出来咯 所以你就可以告诉到人家咬 你的那个energy transfer的 它的那个行动的方向呢 和你的那个vibration的那一个方向呢 是行是serially的 parallel的 因为呢 longitudinal wave嘛 当然是parallel的咯 OK 来可以咬吗 小朋友你们拍照一下 最后的呢 就是十分题的 那normally十分题的 老师以上一点点啊 你们一路什么的时候 我一路看下面啊 通常呢 在到你 那一个sectionc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题呢 是他叫你suggest啊 去modify呀 或者他给你看一堆的图画呢 叫你选哪一个会比较好 到最后你要选出所有的特征出来 啊这些呢 都是十分题的 十分题的 他的特征呢 就是你 他会有五个suggestion 五个 各自的explaination 啊这样咯 so加起来呢 就会是呢 十分了 OK 来我擦掉啊 小朋友可以吗 你们快点拍照啊 五 十 三 二 一 OK so小朋友来 有没有看到呢 在这一里 他叫我们的modification is done 啊 OK 他说他要我们modify那个gitar OK 还有那个墙壁啊 so that所有的听众呢 可以听得很清楚啦 这样呢 so有没有看到呢 这个太好了 他已经给了我们 要有五项modification so你每一项呢 你suggest一样东西 你再explain 这样你就可以拿到满分了的 OK so今天这一个我一定要cover掉啊 小朋友来 我们快快快快 so来 string的material 小朋友 什么string的material呢 你可以做到呢 比较大声啊 你们认为呢 用plastic的啊 那种啊 像鱼神样的呢 还是用金属string啊 OK 当然是用金属string啊 OK 用logan的 karylogan OK logan的啊 string的material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硬啊 OK 它会生产出来的声音 是会比较大声的 OK so来 你们要用哪一个 比较硬呢 生产出来的声音 比较大声呢 不容易断啊 OK 这些都可以啊 只要是make sense的 就可以了 OK so我喜欢 生产出来比较大声 OK produce 老的声音 很害羞感 很害羞感 你看像鬼样 来第二个 你的那个绳子啊 你的一大的线呢 要拉紧它呢 还是放松它 当然越紧啊 OK 它生产出来就越坚硬嘛 对吗 OK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整天要tuning去转紧它 转紧它 对吗 so我们要 转紧它 转紧它 HIGHSRING TENSION 所以 它会比较坚硬喔 然后 它会比较坚硬喔 可能 人家转紧它 稍微 对 回 就是 老的 OK 那他问我们那个 Fret Fret就是你放手指的那一边 一片一片一片的那个Fret 因为很好 你选那个 放手指的那一边 一片一片的Fret 拿这一边 这个Fret 这个放手指的 这样一片一片一片 这种叫Fret 你认为那个Fret要宽一点好 还是窄一点好啊 你幻想一下 你弹 你弹那个 Guitar容易一点呢 还是弹那种特小型的Yukulele 比较容易一点 香菱应该是有学 他的大孩子 是Fret要宽一点点比较好 太容易吗 不然你很容易 按错个皮啊 声音就很容易跑到了 OK 你的手指这样 几几几几几几几样 来按得准 对吗 OK OK 所以 可以 Memain Note Music OK OK And Play Music Note Easily And Precisely Precisely就是 比较準哦 是啊 诶 这样你很好咧你的common sense OK 他跟你讲那个gitar中间不是有一个洞的 OK 那个洞要大好呢还是小好咧 OK So呢 那个鲁棒啊 对啊 诶 你知道这样你就拿到两分了你知道吗 OK 如果你刚才那个金属条又 上面的那个全部又一样啊 哇 你就拿满了咯 他朋友有时呢 Explanation不要空啊 我们直接随便哦 用common sense哦 OK Sound Hold 这个叫做Sound Hold嘛 So Sound Hold呢就是控制哦 他弹出来的声音大声还是小声 越大圈的啊 越大个洞的话 当然出来的声音就越大的咯 OK So 然后Bungi dengar了 Bungi 越大 D G OK OK 最后你要谈到在一个地方谈 请问你的那个墙壁的那个condition要怎样 当然是 Soft surface of wall 不得才不会有回应啊 所以你看CN为什么墙壁是要放cushion cushion这样的 哦呀谁啦我按到什么出来 等一下他在那边转圈 OK 按掉了 对面声音的反射 不然很吵哦 OK 来小朋友给你们五秒screenshot他 那 explination不要空 你这边选对每一个你选对啊 全部靠拆的话也好 或者我们的日常common sense 选对你每一个就有一分 这边随便咯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大声 你不是尽量写咯哦 可以大声一点啊 之前要用common sense咯 可以啊 可以 来 我倒数啊 五 拍照啊 十 三 二 一 所以我们做完五点一的呀 所以下一堂我们会进入五点二和五点三的东西呀 OK 所以小朋友你们还没有update我学校老师交到哪里呢 请在whatsapp那边update哦 我要赶着走了 各位小朋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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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